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啰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花蓮的養蜂場 你看到處都是蜜蜂飛飛飛 這旁邊呢 就是我們的休閒大哥 欸 你好 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小威姐 我們姐好 對 我跟你講 人家都會問我說 營養師 你知道蜜啊 蜂蜜到底要怎麼分 好吃還不好吃 還是純還是不純 對不對 我跟大家來分享 這一家呢 至少我吃了它的紅柴蜜以後 就念念不忘的好 營養師愛挑食來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怎麼挑蜂蜜 那當然我不是專家啦 是小威姐 還有休閒大哥 我們介紹一下 哇 這些 你現在在噴什麼啊 這個是裡面有乾的木頭 燜燒就有煙嘛 先起來的話會炒到蜜蜂 我們就把它噴幾下 它就不會起來叮我們了 就是因為煙太大了 就把它那個怎麼樣 是把它清一下 它就躲下去了 那為什麼跑來這邊 這邊環境比較好啊 也是啦 花蓮好山好水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是沒有工業污染 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有工業污染 空氣中總是有污染啊 像今天如果有下點雨 陽氣污染的東西就會下到土壤 花蓮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下了雨以後 那個蜜也會髒嗎 你要看土地有沒有污染 所以土地有污染就會造成 對對對 一定有污染 像以前那個桃尾那個有革米 即使你土地有污染 你出來植物花也會有污染 你看喔 這上面都是 對這是蜂巢蜜 蜂巢蜜 如果外面蜜也很多的話 這個蜂巢裡面放不下去的話 它就會做到封蓋上面 這個我去飯店吃飯的時候啊 他們有時候buffet也會有像這個蜡 調一調的蜡 哦 你們有沒有蜜去跑去 這個蜂巢有八片嘛對不對 這個蜜都是粗 蜜在哪啊 蜜這個 亮亮那個就是蜜 哪一個哪一個 這個是蜜 誒我發現你沒有戴手套你什麼都沒有 好這個是蜜 哇 哇 我可以吃嗎 可以啊 那個手背好了 好 好一點點 那這是什麼蜜 你吃看看 你吃看看這是什麼蜜 好好吃但我吃不吃什麼蜜 那我們現在花蓮就是水果蜜 好甜好香 這個蜜 百花 百花這樣子喔 我只覺得喔好甜喔 這個蜂蜜齁 蜂蜜齁就廚長起來 它就是蜂蓋就封起來 就表示成熟的蜜它會封起來 所有的蜜蜂齁都是磁性的 這個蜂槽這個出來就是一般的蜜蜂 這個比較凸出來的 這個就是雄蜂 喔這樣子喔 這個就是雄蜂 對 雄蜂幹嘛你知道嗎 雄蜂就是整天無所事事 只有交配 怎麼那麼爽 哈哈 我們一般消費者都會很想問說 欸才知道真蜜和假蜜吧 可是沒有 在購買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先吃嘛 對 你吃它的味道口感 那像純蜂蜜它有淡淡的香味 果香 對 不管哪一種蜂蜜都有果香 對 龍眼也有龍眼的果香 那百花水果蜜也有水果蜜的果香 那其實我們在吃的時候 你就可以大概可以分辨得出來 那有的蜂蜜 那要常常吃 呵呵呵 有的蜂蜜它不會甜 它會甜可是它不會香 喔 就是應該就是色香味俱全 欸我有一個疑問喔 說到那個外觀啊 我就記得人家就是有人說 就是如果你把那個蜂蜜喔 把它搖搖搖會起泡的 好像就是真蜜 這是真的嗎 欸你是說泡到水裡面的嗎 對 然後就是把它搖晃 然後就會產生很多泡泡 我放心是很多泡泡是真的 還是很多泡泡是假的 那個泡泡越多越細 它的純度越高 就是說把那個蜂蜜就是 倒到水裡頭 然後我們故意去搖晃它 對對對 那個泡泡持久性越多 就是越純 對越純 喔了解 大家學會了嗎 現在有的客人會問我啊 說那個蜂蜜滴到那個衛生紙那邊 會暈開就是假蜜 不會暈開就是真蜜 其實不是 因為蜂蜜有水分啊 如果我說完全沒有水分就像麥芽糖 對 麥芽糖你滴下去絕對 它絕對不會暈開 那蜂蜜它一定會有水分 它除非說像蜂蜜 因為蜂蜜它為什麼會整個蜂蜜會 會封蓋呢 就是因為它把它的水分 全部都濃縮到 沒有了 它才封蓋起來 了解 我現在開始戴帽子了 因為現在開始下雨 蜜蜂感覺越來越多 越來越兇 因為現在下雨 那它不能到外面去採蜂蜜啊 我們這個蜂箱打開 那隔壁鄰居大家就來搶食了 所以這邊有味道 他們就會想要來搶它的食物 回去它自己的窩 所以蜂蜜也吃蜂蜜 蜜蜂也吃蜂蜜 蜜蜂本來就吃蜂蜜 它是會來搶它的蜜 剛剛你不是有問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邊養蜜蜂嗎 對啊 因為五公婆婆它本來是彰化的 彰化那邊的話就是農作物很多 大家都是用慣型的方式 收成比較多嘛 對 那我們花蓮現在就是沒有農藥 沒有重工業 然後空氣好水質好 所以它很適合蜂蜜的那種成長 它採收的一些蜂產品啊 蜂蜜啊花粉啊 還是蜂王乳 它也比較健康 因為它不會受到污染嘛 吃蜂蜜都跟你一樣皮膚這麼好 我也要 還是你是吃蜂王乳 我有吃 我們的產品我都有吃 它只是一種幫我們身體裡面 修護的一種健康的食品 那我們身體裡面哪邊在發炎 你並不知道嘛 對 那你吃蜂王乳就可以去預製它這個發作 懂 所以就整個精神體態都很好這樣 對阿對阿 我已經快50歲了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 大家都被驚嘆去了 現在齁 你只要自己身體保養好 你其實 年紀看起來是怎樣吃其次啦 對啦 這身體健康比較重要 他們都會說 欸怎麼樣買到真的純的蜂蜜 那我們自己 我跟我老公很堅持 我們盡量不餵糖水 糖水 對 蜜蜂怎麼會吃糖水 它不是吃花裡頭的那個蜜嗎 為什麼要吃糖水 可是你當你沒有蜜圓的時候 它要生 它要活下去啊 一年四季都有花 有的花有開花 它並沒有蜜 它只有花粉而已 哦 對 像說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是采蜜蜜 采蜜蜜就像紅柴蜜的那個花蜜 對 還有龍眼蜜的花蜜 對 還有那個水果蜜的花蜜 天氣穩定天氣好的話 它有花就有蜜圓 對 那如果說這個期間沒有 沒有花沒有蜜圓的話 我們就要適時的餵它一些糖水 對 可是餵糖水期間是不采蜜 餵糖水期間就不采蜜了 對對對 那平常呢 平常我們采蜜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以蜜養蜂 可能它這個蜂蜜裡面 蜂草裡面 它有八成的蜂蜜 對 八成的蜂蜜我們采四成起來 四成再留給它吃 那如果說我們采收起來以後 天氣還是很好 還是持續有蜜圓進來 不是說一次就把它采完 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沒有這麼多的 這個花蜜給他們 對 所以就會變成有些人就用糖水給他們吃 對對對 然後現在因為台灣 很多就是進口蜂蜜 其實很多客人他們並不知道怎麼去分辨說 台灣蜜或者是進口蜜 它是怎麼樣說 它可以買到真正純的蜂蜜 對 其實我都建議客人 你們可以出來外面看看 就像我們一樣 跟著碗瓶養師還挑食 我們通常都很歡迎你們來 我們可以幫你們導覽 就是說明這個蜜蜂的生態 讓你們更了解說 你吃的蜂蜜 蜂王乳花粉是怎麼來的 可以預約導覽 只要你們有來花蓮 要事先預約 因為我們工作很忙 一年365天都沒休息 連過年都在做 真的過年都要做 對對對 一天不管蜜蜂會怎麼樣 蜜蜂它是活的 那你如果種蔬菜水果啊 你種下去 你就可能多久來 來施個肥啦 還是說來照顧一下出出場 我們這不是 我們這個是活的 就像你養雞養豬養鴨一樣 每天都要去給它吃嘛 哇真的很累耶 365天真的要顧它耶 所以這個真的就是都 全年無休 對 太棒了